一向高傲自大的老美 竟然也有失算的时候 老美真正的对手 其实另有他人 中俄只是表面的对抗关系 当三国鼎立的关系 正在殊死搏斗的时候 这个真正的大敌正在悄悄发育 慢慢开始浮出水面 他的野心更是大的离谱 想要将中美俄共同拿下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野心满满的家伙到底是谁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老美就不断在背后给我们使绊子 在这期间 中苏关系也发生过微妙的变化 似乎真的像三国鼎立那样 脸若对墙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老美最大的敌人倒下了 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奥巴马上台之后 直接重启了亚太经济特区的计划 开始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双管齐下 正式打压我国 更是在国际上寻找自己的一众小弟 扰乱中国的市场 以及对外贸易 渐渐的老美也发现 这样的做法也是不痛不痒的 于是开始让我国南边的小弟 菲奥等国 对我国南海出手 著名的南海仲裁案 背后的推手 我想大家不言而喻了吧 直到新冠疫情的爆发 老美的经济受到了重创 但反观中国 不减反增 这更让他们心里不平衡了 直接制定了双线作战计划 把中俄列为头号目标 具体的做法 我想明眼人都能看得见 欧盟北约拉拢二毛 把大毛拉入战争的泥潭 死死拽着不放手 亚洲地区的老妖婆 公开访问我国宝岛 试图从这里找到突破口 明面上说着 这是他个人的行程 背地里却有航母群公开护航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老美对待两国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背地里调火 然后引起战争 就算让众多的小弟 面临经济的崩盘 也没有一丝心软 只管在后面 让自己的军火商倒卖亚洲 我国第一时间举行军演 震慑了一切有想法的人 也震慑住了这场战争的发生 但欧洲大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老美的军火商在背后 转得盆满钵满 甚至是把手伸向了石油和天然气 想要控制的更多 就在老美专心对付大国的时候 一个在背后猥琐发育了77年的小弟 已经开始露出了他那锋利的獠牙 甚至还在偷偷研究核武器 背地里储存核反应堆 表面上他是老美最忠实的小弟 背地里却在一年时间里 下水了三艘大型军舰 排水量也已经达到了航母级别 甚至还有七艘军舰共同建造 他就是日本 要知道自二战之后 小日子一直像狗皮膏药一样 黏着老美 而且老美让他往哪 他就往哪 小日子更是用他当面一套的做法 让所有人都想了 小日子是没良心的家伙 人家刚给你两颗原子弹 你就忘记了如此大的仇恨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上一年的12月7日 日本众多高级政客 集体参拜了晋国神社 表面上看 这只是一次祭拜活动 可几十年的今天 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日子 看来在他们心中 这两颗小男孩并没有真正的忘记 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战败国 想要重振旗鼓 那比登天还难 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强大的靠山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事实证明 这确实是最便捷的道路 以战败国的身份 短短几十年就迅速崛起 成为仅次于老美的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后来被我国超越 但现如今的日本 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更是在足球方面 称得上是亚洲的天花板 军事实力更是十分强悍 别的不说 在亚洲 除了中国 它就是顶尖 当初依靠老美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 建立了所谓的自卫队 当初自卫队人数 不得超过十万的界限 更是被抛之脑后 不甘心的他们 还建立了整条F战机的生产线 先进的五代机F35 在它这里 更是能自助维修 一个如此善于学习 偷摸发育的国家 怎么会甘心 只做他人的小弟 我国就是很好的例子 唐朝时期 大唐的繁荣昌盛 让多少国家羡慕不已 小日子 更是多次来我国 学习交流文化 一直延续了几百年 等到小日子 足够了解我们 并且自身的实力 足够强大的时候 这波 他们找准时机 发动了侵华战争 甚至是 联合日尔曼战车 发动了二战 之后 他会不会效仿 报当年两颗小男孩原子弹的仇 我们不得而知 到后来 就连老美的前总统 罗斯福也曾说过 日本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永远不要相信东营人 他们为了利益 连命都可以不要 还有什么 是值得相信他们的 老美最大的对手 正在悄悄浮出水面 隐忍了77年之久 就连中俄都得靠边站站 那么 日本究竟有何实力 当老美的敌人 说到昭和民族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怕过谁 为了资源和利益 对谁的态度都一样 碰到硬茬就低头好好学习一波 碰到软柿子上去就是你 这不 现在就是这样 他们觉得现在的实力赢了 隔三差五的开始挑衅我们 钓鱼岛 中国渔船事件 甚至公然叫嚣 已将百枚导弹 对准我国的五大战区司令部 而且在原子弹核武器方面 日本虽然收到了多方面的制裁 但他们也曾狂妄地叫嚣过 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有能力在第一时间 制造出上千枚核武器 自卫队更是可以迅速扩充到500万人 而且在军费方面 小日子和大俄历年的军费不相上下 战斗民族百万的军队 小日子二十多万的自卫队 为什么会不相上下呢 这值得我们深思以及防备 而且日本更注重海空的发展 之前一直稳居亚洲的宝座 只是在近些年才被我国反超压制 但其实说到日本 很多人还觉得他们面积小 资源匮乏 但这仅仅只是表现 小日子海外的矿产资源 多得让你轻掉下巴 总面积超日本本土面积的十倍 还有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 日本早就成为了龙头企业 在全国仅有的两个专利技术 净输出国和专利盈余技术国当中 日本就占有一席之地 这不仅仅意味着 日本在顶尖科技方面的实力 也象征着威胁 更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就连总是狂傲的老美 都要向他们请教学习 就这样一个如此善于学习发展 还有如此大野心的国家 怎么会甘心一直在他人乌眼下做事 怎么可能会彻底臣服于任何人 再加上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 到时候老美的话也不一定管用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日本这个昭和民族 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后期视频内容更加精彩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